你看有没有我越来越稍微 炒的真的还蛮好吃的 Hello 大家好 我是Sami姐 今天要分享的料理是 我自己非常喜欢非常下饭的川菜苍蝇头 之前基地市有做大苍蝇头 就是韭菜切的两大颗 我自己自告奋勇想说我要来做一下苍蝇头 结果怎么样呢 我拭目以待 准备的材料有 一包的韭菜 大约180克的绞肉 少许的豆豉 两颗的大蒜 一根辣椒 适量的糖跟一些些的盐 少许的冬菜 一大匙的米酒 跟一些的老抽 接下来我们要来切韭菜 那我们要先把这个根部的地方切掉 因为它比较干 然后接下来 我要照我印象中的 苍蝇头的韭菜大成绩 这下来我们要切葱菜 韭菜很重要 那有些什么啊 倒一大匙的油 然后要把油热了 油热了之后呢 我们把油倒出来 然后倒在豆豉跟大蒜的碗里 把它拌一下 小肉炒出这样不会有油光油光的时候 油油亮亮的时候 我们就把刚刚的豆豉跟大蒜加进去 放一点海纯黄油 豆蒜的油菜 跟辣椒 豆豉 之后我们再把就是比较前段 比较嫩的部分再放下来炒 然后把就放进来 把就放进来 原因就是我今天炒的苍蝇头真的是大失败 颜色 就是外观 跟 口感 还有味道 整个大失败 然后今天是说我哪里来的自信想要挑战苍蝇头 因为他说这是一道非常需要火候控制的料理 对 所以我今天就是这么大失败 你看我炒的超黑哦 刚刚有试吃我的 肉 肉啊 绞肉 当时火太大炒太久 所以我的绞肉整个就是干的 然后我的韭菜也是炒的有点太久 所以你看跟经济师的比起来 有没有 我超黑 然后经济师的肉看起来就是还蛮有水分的 然后我的韭菜就是显得有点深色 然后他的就是很干很新鲜的那个颜色还在 我就不试吃我的了 然后我要试吃鸡鸡师的 鸡鸡师炒的真的还蛮好吃的 而且他今天的韭菜就是炒到正常时春 其实真的还不错吃的 你炒的 就是咸度啊 然后口感什么都还蛮OK的 好吧 我以后还是选就是 我能力可以附和的菜好了 今天这一道 我以为我可以耶 就完全完全不行 你菜切的不错 啊对 唯一有被赞赏的是他就是韭菜切的还可以 不会做料理的人就直接跳过这一道 完全不用尝试 但是如果你的就是 技术还不错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 那我觉得鸡鸡师可能会再写一下 清除一下那个料理的过程 嗯 我之后还是会继续尝试一些下酒菜啦 但是会找比较简单的 好那我下一次继续努力啰 拜拜 拜拜 这一道根本就是焦了吧 因为经济师跟我说你就是把它炒到干啊 我很认真的执行他的指令 结果没想到是炒焦了 然后对韭菜虽然鸡鸡是有提醒我 就是韭菜很容易烙 但是我还是炒的有点久 今天就是这一个应该会直接 丢掉 但一丢掉有点太浪费 可是他真的好烧焦的味道 好